歡迎收看百慕達迷失的生存 我是尼亞斯 好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 做新的東西 就是上一集結束之前 我們說要做的這個 好像是鐵匠的東西吧 我們先把它做出來 然後 食物跟水的部分 我私底下也有收集一點點啦 對 那我稍微看一下 這東西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吧 我們就把它放在 欸 哇 剛剛遊戲有點 有點盪掉 不知道是盪掉還是怎麼樣 OK 那我把這個東西就放在 這裡總可以吧 應該是可以啦 就 就這樣子啦 OK 應該是 欸 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遊戲突然開始卡欸 OK 呃 這個鐵匠鋪裡面有這兩樣東西 說實在的 什麼什麼station 應該是看起來有點像是 站之類的東西 因為我記得station是什麼站什麼站的意思 然後沒有 這什麼用啊 到時候我再研究好了 因為這好像都要更多的鐵 我目前的鐵應該 只 只剩五個了 所以不太夠 鐵錠的部分不太夠 所以要去再收集 那 呃 我們今天呢 就先來 呃 擴大一下我們家吧 因為我們家其實也沒什麼擴大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欸 奇怪了 今天的遊戲非常的卡欸 我好像每開一個東西 它就卡一下的感覺 好 然後我東西這樣太多了 等一下 我把它分五十個好了 五十個帶身上 然後 欸 然後木棍帶一百個 會不會太重啊 好像會 好 我再分五十個 然後拿過來 哦 這樣OK了 好 那我們要來合成平台 啊 用這個合成就可以了齁 那我看完拿出來 呵呵呵呵 哦 不好意思 我今天那個 我這幾天啊 我錄影時間是星期三 十一月十五號星期三 中午十二點 我這幾天晚上都沒有什麼睡好 那 所以 就是 呃 該怎麼講 嘖 所以就是有點 嘖 有點睡眠不足 可是又睡不著啦 對啊 所以 就是這樣 呵呵呵 就這幾天有點糜爛啦 就雖然說一樣是錄影片 可是就是 有時候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雖然說 影片就是因為已經 習慣成自然了 所以會很下意識的就是把它做好 但是就是 會突然有點恍神 雖然 影片是拍正常的 跟以前品質差不多 但是 就是會 私底下其實是恍神的狀態啦 好了 好 那我們來蓋我們的房子吧 那 首先就是先把我們的 這邊給 擴 擴 欸 往前擴一下 這個要怎麼 啊 這樣 好 我先把它整個擴大 OK 繼續 為什麼它這邊的都是直線啊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橫的 啊 可以啊 我覺得直的好 好醜啊 我如果把它拆掉 應該是不能再重放對不對 OK 我們這邊有更大的空間了 這邊到時候來蓋房子 啊 我看一下這邊可不可以 弄那個柱子之類的東西 啊 可以 牆壁嘛 我們先弄一個門 兩片牆壁 啊不對 還有一個窗 哇 我們的木頭 木板快美了 呵呵 快GG了 然後 這個應該是二樓的地板啊 然後 還有什麼 應該其他就不用了 OK 那我們先把 門給 蓋出來 門放在這裡應該是可以吧 OK 蓋出來 然後再來是牆壁的部分 欸 牆壁的部分這邊不能蓋欸 這東西 啊 這要怎麼敲掉啊 不不不不不 不不 不是不是 我應該要怎麼 把它Shift 喔 我知道了 我要把這個敲掉 欸 敲掉之後我就不能再做了嗎 真假的 不是吧 等一下 真假的敲掉我要重做 好 好吧 我看一下喔 呃 那個東西需要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 欸 那個東西是去哪裡做的啊 我忘記了欸 欸 怎麼辦 等一下 有了 我找回來了 那個東西 好 就蓋在這裡吧 那這樣牆壁應該 就可以蓋了吧 還是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個的關係嗎 我把這個順便再拆掉好了 好 可以了 我們的牆壁可以蓋了 好 那我們來蓋牆壁吧 OK 然後 這個可以轉嗎 要怎麼轉啊 OK 我們牆壁蓋完 然後我再蓋窗戶的部分 啊 這邊 這個鐵都擋住了 GG 怎麼辦 GG了GG了 這個鐵可能我要 也要拆掉了 好麻煩喔 好吧 那算了 我這邊 這兩面先不蓋牆壁 等我到時候有更多的材料 再把它拆掉好了 因為拆掉雖然 可以回收一點材料 但是不多啦 我這邊先蓋窗戶 看一下窗戶長什麼樣子 感覺還算不錯啦 然後 我們的牆壁 呃 這邊再蓋一片嗎 呃 還是要蓋哪裡比較好啊 我們先蓋 呃 先蓋這裡好了 OK 好 總算我們的房子呢 有點 有點模樣出來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準備再次 前往下一次 呃 上次去的那個區域喔 那木頭跟 呃 就是鐵片啊 還有石頭的部分我私底下在蒐集 原則上我發現一個點就是 雖然船跟飛機不會重生 就是船上的木板跟鐵製的飛機不會重生 但是 底下的那種漂流的木箱會重生 還有 呃 散落一地的木板跟木棍會重生 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藉由那邊 那些東西去獲得少量的 呃 木製的東西喔 那 呃 我私底下其實有去過這種 深藍色的區域 呃 我老實跟大家介紹 其實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呃 就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要 你不要講說石頭了 連 連跟木材都沒有 就是完全 完全中空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買這款遊戲啊 或者是有在玩這款遊戲的話 就是 不用浪費時間去這種地方了 根本沒有東西啊 完全沒有啊 呵呵呵 好啦 那我們先前進啦 OK 我們已經到了第二片區域啦 然後我要額外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私底下 我記得好像是在 這個方向還是 這個方向 反正就是偏右邊啊 有兩個很大的那種 輪船運載的貨櫃 只有貨櫃沒有輪船啊 但是像 輪船 上面載的貨櫃 那目前是沒有辦法打開了 所以我猜應該是要用炸彈 或者是開鎖工具之類的 那我們私底下 呃 有空的時候有拿到這類的工具 我再試試看囉 對 那我們先來找 多餘的鐵吧 如果有找到木頭也是可以蒐集啦 但是 就是 欸 喔沒事 但是 我覺得 收集到的機率應該比較小 喔 看來這個鐵也會重生嘛 因為這個鐵上次這個位置 附近其實我有收集到 但是 就是 它現在又重生了這樣 大家對 這個 這一塊 看 很大的石頭有印象吧 然後也是這個位置嘛 上一次 這個位置有鐵 對不對 這邊 鐵又重生了 可惜 這個 船的木板 好像不會重生啊 就只有箱子跟銅 鐵桶啊 木箱啊 木板啊 就是那種 掉落在地板的木板啊 木棍這種東西 會 掉而已 就是會重生啊 我比較希望它的 船的那個木板 可以重生 雖然說有點 不符合邏輯 不符合現實啊 但是 船上的木板 砍一次比較多啊 對啊 可以收集比較多 不用在那邊 撿零零散散的那種木板 超麻煩的 有了 我們現在回到家了 我剛剛就是在同樣那個區域 挖一些鐵啊 一些木頭啊 還有一些 碎鐵啊 對 廢鐵啦 那 現在就回家吧 這一次呢 其實也沒什麼進度啦 就只是 擴張一下家裡 那 其實剛剛大家應該有認真看到吧 就是原本我們的木頭 木板 大概有 100多個左右 然後用一用啊 大概 這邊是多的啦 這邊是多的 用一用大概就只剩下 呃 只剩下 我看一下這邊 剩多少 原本這邊有100多個 用一用只剩下13個 然後木棍也原本有100多個 用一用只剩 十幾個這樣 超級無敵慘了 好 然後我把剛剛挖到的一些鐵 都丟進來了 總共挖到37個鐵 我們可以繼續燒了 而且煤炭超多的 然後 11個石頭 丟這裡吧 好 那我們現在還有76個木板 跟 呃100個木棍 我們還可以再做6個木 就是地板啊 但是 根本不夠啊 如果要蓋大房子的話 但其實也還好齁 那我們到時候就蓋一個 3x3的 呃 房子好了 簡單一點啊 反正它好像也沒有屋簷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屋簷 呃 不對不對 這邊這邊 這個這個這個 我看一下喔 它有箱子 有斜坡 有 木製 喔 木製窗戶 啊有木門啊 有木門 欸我們可以做一個木門欸 我們來做一個木門好了 OK 我現在身上有材料了 它 所需的材料是 木板跟鐵片嘛 呃 木板4個 鐵片8個 為什麼鐵片要這麼多啊 不是木門嗎 難不成變 木鐵門嗎 呵呵呵 好 我們來放放看喔 呃 是放在這裡沒錯吧 OK 然後呢 喔 喔 喔 好酷喔 可以開門了 呵呵 超酷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影片呢 就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對 因為時間也有限了 那我們的房子呢 總算有點雛形了 嗯 沒錯 好啦那我們這集的影片 就暫時到這裡結束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或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我是非常注意跟你的朋友收集我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話 我 如果有更多人看的話 我就更容易繼續抓修 按了訂閱 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幫我按小鈴鐺 我們也是上傳影片 或是開直播的時候 就同志牛 那麼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 咱由說 memorial 有 我們下班 如果 沒有 應該 我們下班 response 走 我們下班